中国大陆货轮 玉州启航 29号上午8点从基隆港出航 风浪太大根本就开不出去 时期的阵风让这艘货轮就卡在 野柳附近载幅载程 到了下午1点多 货船上面有17名人员赶紧求救 但是当时的浪高4到5米 海巡署的救援船只根本就难以靠近 直到晚上将近10点钟才救回船员 有一个人轻伤送移 台风还没登陆 风浪已经让9000吨货轮快要触胶搁浅 距离野柳海岸几百公尺 肉眼清晰可见的危机步步紧逼 船上还有重油247吨 轻油37吨 搁浅或油料外泄 可能引发更大的生态危机 野柳地质风景区 拉起兰油所全面戒备 前一晚货轮上还有17名船员 状况更是现象还生 高地落差一层楼 如果人掉到海里不但捞不上来 还可能被两艘船祸活假死 船上17个人早上8点开始苦撑 晚上快要10点才全员获救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怎么会后来决定说要去船 那这船一直往后退 船员们脸色惨白 还有人在准备撤离的过程当中 直接撞上围栏 中国大陆级货轮豫州启航 29号上午8点从基隆港出发开往新加坡 但野柳附近海巷是7至8级阵风10级 浪高至少5米 这艘9000吨的货轮震不住 海上自留超过12小时 船上载着3座桥式起重机 总价超过9亿 最后还是以人命安全优先 下矛全员17人弃船 航港局的动态系统 可以看到货船路径被吹得乱七八糟 17人一人轻伤 派巡署人道救援成功之后 漂流的货轮持续威胁 也流海岸线 记者刘慈王玉文 蔡志恒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